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 班农对特朗普家人轮番开炮等一万卡扮得像砖头一万卡资料图海外网 1月4日电载即将发行的新书《火雨幕》 特朗普白宫内幕中身为特朗普前军师的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大豹猛料 他不仅指责特朗普的儿子和女婿与俄方人士的会面是叛国的和不爱国的举动 还嘲讽其女儿笨的相块砖头 综合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报道 这本即将发行的新书采访了多位圈内人士 以揭秘特朗普入住白宫一年来的情形 而其中受访的一人则是特朗普的前军师班农 在书中班农称特朗普的女儿以及白宫顾问伊万卡奔得相块砖头 目前伊万卡的发言人还尚未对其言论进行回应 据悉早在班农离职前就有媒体曾爆料 他与伊万卡及其丈夫库什纳关系不佳 有报道称班农曾公开向白宫工作人员抱怨伊万卡 总试图推翻一些他已和特朗普达成共识的想法 而这些想法都是对总统经济工作安排十分重要的重大政策 班农还认为库什纳夫妇的政治直觉非常天真 除了嘲讽伊万卡 班农也没有放过特朗普的儿子和女婿 据海外网早前报道就特朗普的大儿子女婿库什纳等人 在2016年与俄罗斯律师会面一世 班农声称是叛国的和不爱国的表现 班农评价称在没有任何律师在场的情况下 三名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高级成员与外国政府的相关人士 在特朗普大厦碰面 即使有人认为这不属于叛国或者不爱国 但我认为这就是应该离极较FBI来 针对自己前军师的此番爆料 特朗普三日也是毫不客气的予以披驳 在一份声明中 特朗普表示 斯蒂夫班农和我以及我的总统职位没有任何关系 当他被解雇的时候 他不仅失去了工作 也失去了理智 现年63岁的班农曾是保守派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的掌门人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 班农是特朗普的重要顾问 在特朗普入驻白宫后 班农担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和白宫首席战略顾问 是特朗普政府多项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推手 任职期间 班农始终致力于说服特朗普对现竞选期间的各项承诺 包括颁布限制移民令 退出巴黎协定等 不过 班农也被指卷入了白宫的内斗之中 有报道称 他与多位白宫高级别幕僚不合 甚至多次与特朗普发生争执 2017年8月18日 白宫宣布 班农确定于当天卸任白宫首席战略是一职 此前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 由于班农对特朗普政府日益不满 因此表示如果特朗普不准被在2020年竞选连任 他将考虑自己出马参选 有文章称 班农称特朗普像一个11岁的小孩 并表示 自己此前在白宫拥有的只是影响力 而如今离开白宫 他却得到了真正的权利 海外网张尼 海外网张尼